一籌 嘉庭上我们的配音台 江老师给你打个样子 哦 我是第一个是吗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原片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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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朱差掉了 谢谢乖人 不敢 这朱差年代久远 这就是没有口气 可是老规之物 是啊 多谢小官人捡到 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嗯 好的 那我来说一下 首先它是捡到朱差 然后 姑娘 姑娘 然后不断地有人撞 有人撞呢 你要有一些气息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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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姑娘回头了 姑娘 你的朱差掉了 姑娘 你的朱差掉了 我觉得很好啊 让她自己来一下吧 整个对着来一点 对着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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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就我自己就 我就来了位啊 我第一个 我的妈呀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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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朱差掉了 谢谢官人 这朱差年代久远 可是宝贵之物 是啊 多谢小官人捡到 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不错 不错 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可以可以 我可圈可点 谢谢 这样我们让贾玲升级 再挑战一下 啥意思啊 就是给你个片段 你用五个角色来配 可以 我试试 你试试吧 行 来 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有点紧张 我自己一个人站在这 只要爱妃高兴 我什么都愿意 大王 没有了大王 天下对我又有何用 大王 爱妃倾气 小朋友你们听着 这就是灰太狼 也就是一天到晚 想把我们吃掉的动物 这是他的耳朵 牙齿 爪子和脚 好嗆啊 没杨阳 很好了 你只要把宝灵灯交出去 接受惩罚 否则 否则 二哥 看在你我兄妹情分上 把沉香还给我吧 以后我就是受苦受难 万劫不复 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休息 虎猫 你好好休息 原来对不起 虎猫 你好好休息 不就是眼睛看不见吗 就算把我一命换一命 我也愿意 这个我最会了 如意如意 恨我心意 快快献灵 妖精你得捞到什么 没酒没酒 快出来 这个最自信了 还不错啊 很好了 哪个最好 红猫那个最好 那个不好吗 如意如意 按我心意 快快献灵 那段好道 我都只看你了 你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投入 很自信这个 快快献灵 我觉得即使专业配音演员 在短时间内 如此频繁的切换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真的切换得非常好 谢谢 中间也有一些 可圈可点的小皮漏 增加一点点难度吧 舒心和小童互换一下 你们今天本身的角色 好 小童就变那个小白了 好 你就是宝心方主了 先舒心来吧 第一个片段 来自于白蛇缘起 我们请姜老师帮忙 搭一下许轩吧 好好好 来 投几头 可以了哈 那我们直接就来咯 少年 好的 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少年人 我可以帮你 真的吗 哼 少年人 我也年少过 轻狂过 放纵过 到如今 也留下诸多遗憾 你要知道 有一天 你可能会后悔 如果不能在一起 我现在就会后悔 好吧 果然少年 天下生意 有来有往 我要的 你给得了吗 你要什么 我给什么 好 有个办法 我要把你变成腰 我 腰 是啊 腰 变成腰 你们就能在一起了 怎么样 特别好 特别好 非常特别好 可以 可以 好开心 我觉得他真的 抓感觉抓得 还是非常快的 拖着塞 然后那种慵懒的气质 完全都出来了 找着的劲儿 对 这个贴合感非常好 谢谢 非常好 不容易 厉害厉害 中间变得一下变得一分 很到位 下一个片段来自于 白蛇缘起 小童会来演小白 江老师 您再搭一下许轩吧 好不好 好 辛苦您 我今天是百搭许轩 这个好难 好多情绪 这个好难 可以吗 小童现在 我们为了辅助小童 这边给他换了衣服 冒了烟 对 正常的配音间 不会这种场地 进入情绪了 那我倒数三秒开始 来 三 二 一 开始 你放心 村女人 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阿萱 我记得你说过 人生无常 苦多乐少 多记住些美好的时候 就好 对 还记得了 那些蒲公英 那条船上 还有那座塔 还有那座塔 我都记得 几个 真好 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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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 外面有人在泼阵 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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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过我 要一起从这里出去呢 阿萱 我们还要一起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阿萱 阿萱 你别走 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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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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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声泪俱下 我觉得这场戏难度非常大 但完成得非常好 难度大在于说 其实他的情感很充沛 已经热泪盈眶了 然后呢 但是他的状态是比较虚弱的 因为我们经常就是 我情感充沛 我爱你 你不要走 怎么样 可能就强烈地释放出来 但是他要克制 我看到他一直把着 咱们这个台子 其实这个台子就是那个 已经僵硬了的阿萱 对 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大 特别放的 特别喊的 多么多么磅礴 但是他所有的力气 都在这儿了 他的最后一次力气 也没有放弃 我觉得真的是恰了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小童这段是真的很厉害 真不错 盖章啊 盖章 谢谢哥 我跟你讲 我们这些人当中啊 配音经验最丰富的是腾哥 天哪 我拍过一个动画片 哪个动画片 《鸣和奇迹》是吧 《鸣和世纪》 《鸣和世纪》 里面有个黄鼠狼吗 那还真是适合您 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我们也能改变我们的 你们谁听我 请问别听黄鼠狼的 他活脱脱是个疯子 抱歉 我就喜欢扮演跟人唱反调 可爱又迷人的反叛之苏 鸣哥 灵姐 你们俩来一段夜缸那段行不行 来个方言版的家 哎呀 你就突然整这么到难题 安守于射尾 看嫩 嫩中 暗就中 喂 那个鸣怎么跟我们挺了 区别对待啊 我们不配这鸣 我也要鸣 再来点 再来点鸣 再来五毛钱呢 衣服我不一定穿得下 这多余的你 好了啊 二位 方言版白蛇衣服 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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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五毛钱 多放点 一会儿配不好就来鸣 好了啊 三 二 一 开始 剁到这儿 这这儿的一定找不到我们 腾哥 我记得你说个好借好还 再借不拿 那俩何必多债拖到难题以来呀 那 借钱为了啥 不都轻易吃饭了吗 手扣 祸罐 花门机密发 那那借条都死了吗 借条是嫩的名 啊 腾哥 那还有良心吗 那还有良心吗 腾哥 腾哥 冻上来 还动得硬帮忙呢 娘啊 那 腾哥 你怎么走怎么走了 这借我可咋换呢 哈 哈 你走了 那小兔 哗哗说话不就更冷了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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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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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回来 养地就成唱主了 真棒啊 这个 好厉害 最后一句我确实伤心了 哈哈 会来的 台湾小脸 不可能 压力上去又是 又一起不来